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好 謝謝 俊昌 謝謝 是 民歌之於你 我相信都不用再多做解釋了 大家都覺得色彩太鮮明 太熟悉了 不過我覺得近期的歌迷 其實比較有耳服 因為近期你比較常出來 參加像這樣子的民歌的活動 如果再早幾年的話 你都要忙一些個人的事業 對 其實個人的事業 已經忙了差不多二十幾年 因為民歌 我唱民歌的時候 已經三十年前的事情 已經三十一二年前 對 可是這中間的時間 很多時間都花在做事 做工作上面 那這幾年稍微多一點時間 我就希望多再回來唱一些好的歌 是 有沒有發現到 真的一首好的歌的話 它能夠經得起時代的考驗 對 對 對 你看 經過了二十年 三十年 站在這邊 當那個音符一響起的時候 共鳴度又很大 是 謝謝 今天我們剛才說了 李大哥其實是今天 所有舞組表演唱將當中 你是班長級的人物 年紀最大的嗎 你第一次說 不是 他們是說 好像接下來還有更多精彩的表演 也都會跟大家一起來 怎麼整合或是統合 大家一起來分享合唱 那種音樂的快樂在裡面 對 其實這次我們節目的安排 就特別說 希望有很多的對唱 那很多的合唱 那給大家帶來一個不同的民歌的風貌 對 那像剛才前面好幾組 都有一個男女對唱的部分 對 對 對 但不知道身為班長的你 該怎麼樣來介紹接下來登場的這一位 很棒的Diva級的人物 Diva級的人物 在你的眼中 雖然是好朋友很多年了對不對 對 但它是什麼樣子的類型 在你的心中呢 嗯 它神秘 神秘 對 然後呢 也很 野燕 又有野燕 有人說它像貓一樣的神秘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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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是我跟所有的歌手裡面合唱 女歌手裡面合唱過的不多 那我跟她合唱的次數是最多 是 大家應該都知道是誰了 是不是 帶有點野燕 但是又像貓一樣神秘的唱將級女歌手 答案就是 不夠大聲 它是誰 潘岳雲 是的 讓我們歡迎潘岳雲 歡迎潘姐 大家好 你們冷嗎 你們冷 我冷